中别人家的孩子 名牌大学校花 及美貌于智慧于一身的女学霸 就在同学们灰头土脸 为工作奔波的时候 我去轻松放弃了 大公司的提供 毕业就嫁给了爱情 享受着全职太太的幼灾生活 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儿子 如今生活美满 人人羡慕 好吧 我是教令寻寻 但只是名牌大学的昨日小话 毕业就失业的过气学霸 曾经自以为是的骄傲 现在都被啪啪打脸 老公出轨 我二话不说直接离婚 赌气没得他一分钱 可就在办完了所有手续后 才发现自己有多蠢 我没收入 怎么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我只能投奔闺蜜家 想办法找工作 像我毕业生一样 投简历等面试 可能还不如毕业生 但选择是自己做的 跪着也要坚持下去 我一定会找到工作 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我就不信 我才二十九岁半 我一定会靠自己 靠 不认识 这个事情我们私聊吧 你全责 联系我助理吧 就别麻烦了 我给你两千 这小孩讹我呢 这车 也就两千多万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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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险 保险刚过气 那大不了就赔得经家荡产嘛 我养你 你怎么这么好啊 早知道当初嫁给你了 当初香呗 此刻不需要说实话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回去 待一待吧 那 这是我一朋友的简历 大家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可以推荐她 周总 怎么又是她的简历啊 宝贝 你朋友七年没工作过 你还不让安排当前台 我们怎么帮你啊 对啊 名牌大学毕业的断工女 够不成地不就的 周全 你等一下 我才能帮你 我蹭个车呗 有面试啊 投了两百份简历 一份约见都没有 那你这穿得 够正式的 时刻准备着嘛 万一有面试约见的话 马上奔赴战场 又张扬 怎么样 那你今天打算去哪儿 贪赔偿 你这衣服也太褶了吧 怎么没晕晕啊 昨晚太晚了 我找不到运斗 我又不好意思叫醒你 所以 不下客气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走吧 谢谢啊 你好 我想问一下前台有人吗 我不就是人吗 找谁啊 前台 我找王助理 你是练学学吗 等我一会儿行吗 我陪老板再面试 行 没问题 工资够了不起啊 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 我研究商店一样 现在让我做伯母 我什么都可以满足老板的 试试我吧 公司在招聘什么职位啊 怎么感觉跟选美似的 老板招聘私人助理 二十四小时待命的那种 要负责家政 还得对接公司事务 那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都哭着嚷着 跑出来了呀 你没有私生活吗 你不谈恋爱啊 二十四小时 就是将自己卖给他了 那你刚刚 不是看着挺想去的吗 我是 志不在助理 你想啊 老板他又帅又多金 要是能将他一把拿下 那不什么都赚回来了 人家只想找保姆 有的人却想当老板娘 不是 本事